目标 五号地域 调整跑位 三发起诉车 三发起诉车 预备 放 这是一场让世人领教 什么叫火烧眉毛的巅峰一战 一个刚急行军了几天几夜的团 要在三天之内突击上甘岭的一个高地 别说对阵地的布局 敌人的兵力部署等情况做详细了解 估计连他们要攻击阵地的编号都很难搞清楚 而下面的步兵就更是一脸蒙 可能只知道这座山的名字叫五三七零七本山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为何要如此的仓促上阵呢 疯了的美国佬 为了守住他们挽回脸面的最后一根稻草 又布置了一个怎样的天罗地网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左拳独立营是如何在上甘岭上 打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传奇一战吧 如果您也认为志愿军是创造奇迹的队伍 请在评论区数个大拇指 谢谢大家 前面我们讲到 随着南三师团连续被打残三回后 597.9高地除了东面的11号阵地外 全部回到了志愿军的手中 上甘岭战役的重心 也由此转移到了东面的537.7北山 也许我们认为 9.1团在进攻597.9高地时 这边处于停战状态 那就大错特错 其实这边的激烈程度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只是他们的光芒被那边的战斗掩盖了 当时为了拖住这里的敌人 侧应9.1团的进攻 15军29师的87团 可以说拼出了全团的骨干 他们在补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仍坚持每晚出击 抢阵地 白天又在美国老翻天覆地的炮火下 被南军抢回 周而复始 阵地数度一手 加上敌人大口径的炮火 对坑道的持续破坏 防御能力已大大减弱 坑道里的战士也如暴风雨中的一夜小舟 随时都有被吞噬的危险 更为严重的是 自进入战斗后 补给就一直送不上来 没水没凉 伤员得不到救治 上阵杀敌又缺带少药 据坑道里突围出来的一名勇士报告 他们所在的坑道 加伤员一共25人 就剩下他们7人 其他战士全都牺牲在了饥饿与寒冷之中 也许 作为和平年代的我们 根本无从想象 他们当时有多难 他们究竟是如何挺过 这十几个日日夜夜的呢 更加不敢想象 他们在如此饥寒交迫的情况下 又是如何用有限的弹药 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呢 然而 这并不是个例 而是537.7北山 所有坑道的现状 所以 军部也别无选择 只能想办法让92团 以最快的速度接替进攻 将坑道内幸存的战士们营救出来 当时12军给31192团的修整时间是 两天 后来在团部的反复申请后 军部最大限度地给他们延长了一天 也就是说 一个刚刚结束急行军 几天几夜的团 要在三天内完成队伍展开 地形勘察 准备粮草弹药等 一系列的战前准备 放到一般的部队 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命令就是命令 哪怕对面是刀山火海 也要义无反顾地勇猛前冲 然而 对面的这座山 可以说是比刀山还刀山 比火海还火海 首先美国老刚刚丢失西边的597.9高地 这里也就成了他们挽回颜面的唯一稻草 他们便拼命加派劳工 用坚硬的花岗岩与混泥土 在这里打造成了一个相互交错的堡垒群 数十个地宝 近百艇M1919重击枪 以铜墙铁壁来形容 一点都不为过 更加难搞的是 537.7北山的地形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绞肉机战场 三面重火力 保护一个如同坚果般的龟壳镇 那么 仓促上阵的九二团 真的能打穿这个山头吗 请看下集《破甲之战2》百逆总有一书